秋刀魚跟菠菜怎麼局 秋刀魚菠菜還有妖虎 妖女去秋天一起玩菠菠 妖女在秋天玩菠菠 玩哪一個菠 吳正琦 差很多 等一下他拿起來看怎麼又黏在一起 我跟你講 畫面威一下威一下 你看我會用威這個字你知道嗎 威 我們這道菜叫做媳婦的陰謀 這叫做騙保險機 吃了保險機 吃了保險機 好啦 這個菜呢 無理是這道菜 一進門就說 我今天什麼都不會做 我要當大爺 當大爺我就會享受 最後我跟你講在廚房就是他 這就是好媳婦的代表 真的是好媳婦 開放訂購 好厲害喔他很會 那個拆魚糊頭 你可以來我家每天幫我拆魚糊頭 你不要巴結吳師傅他是我的 是沒有錯 是 而且甜 是 是 非常棒 來你這個人還有沒有倫理啊 完成 酸電腸在細節裡 Ella身體不開心 我是S.Selina 我是 屈中恆 我是 我是 所以我們是 S.H.E. 今天很歡迎我的姊妹Ella 要來我們節目大展廚藝啊 因為他本身就是非常會做菜 但是我也不遑多讓這個節目 學那麼久當了二廚 今天就是在見真章的時刻 所以我們今天兩個呢 來一個好媳婦爭霸戰 我們的主題呢 就是針對老人家容易有的 預防失智 是 所以誰要扮演這個公公 跟有一點失智的角色呢 就是 就是居哥 就是居哥了 我不但要預防失智 而且我是一個非常挑嘴的公公 哇 下馬威了 所以我們今天呢 都有各自的角色要辦 那在我們一開始做菜之前呢 要先請潘老師來告訴我們 失智老人預防要怎麼吃呢 對的 潘老師希望大家都長壽 當然更重要的是要健康長壽 假設到老了得到失智症的話呢 不僅生活沒有品質 更加沒有尊嚴 那麼目前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呢 每4秒鐘就有一個人得到老人失智症 大概每20年呢 全世界老人失智症的人口呢 就翻倍 在台灣來講呢 台灣的衛福部統計呢 目前我們全台灣失智症的人口呢 是24萬 這是什麼一個概念呢 就是整個彰化線的人口是24萬 所以其實感覺起來 其實也是蠻嚴重的 蠻沉重的 那今天呢 我們的節目要教大家呢 怎麼吃來預防老人失智症 四種東西盡量別吃 八種常吃 讓你遠離老人失智症 讓你遠離老人失智症 歡迎參與討論的專家們 好 參與討論就不用歡迎啦 別提到兩位啦 兩位今天為什麼會來呢 一定有原因的嘛 是的 因為我們來宣傳我們的舞台劇 叫做 我愛朦朧人朦朧 哦 那我飾演的是小丁子 那小丁子她是一個 有錢人家的女傭人 那 我的千金小姐呢 她的爸爸希望她能夠去相親 所以她就想出了這個妙招 我假扮成她 她假扮成我 但是沒想到對方也給我出同樣的騎招 她假扮成她 她假扮成她 哎呀 我們這個鏟子辛苦啦 然后呢 然後呢 我們就不小心相愛了 天哪有才 donut 很好玩的一個劇 一見鍾情 是 他們在桃園首演的時候 那時候我有去看 真的是非常好笑 非常精彩的一齣舞台劇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喔 謝謝 好 我們這個禮貌性的話就叫這邊 告家瑋姐 哇塞 現在就說PICTURE 沒有啦 沒有啦 一開始我們登場的就是 十二宮格是什麼呢 顧名思義就是有十二種食材 在我們身後 這十二種食材都是防濕製的 非常好的 重要的食材 我們一人抽一個食材 然後不管你抽到什麼 你就把它變成一道菜 徐哥 你平常做菜嗎 我很少 很少 幾乎沒有啦 對 那就不太有概念 那家瑋常做菜啦 你最怕抽到什麼 抽到魚吧 因為我通常煎魚 只是煎那種深海鮮魚 然後那個只要放在鍋上 讓它熟就好了 那超容易的啊 可是這種就不知道該怎麼出力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這個十二宮格在這裡 我們來 欸 啊啊啊啊 幹嘛選我這張照片啊 不正經 不要啊 不正經嗎 欸 你說公公啊 你看這樣子媳婦好嗎 公公 你看看這樣的媳婦 哪一個人就出來看比較好吃 這個部位 你看看這個部位 對啊 這樣子好嗎 對啊 秀色可參啊 步道的部分 這是有兇氣 好不好 好啦 我們來看一下十二宮格 我們抽到的各是幾號呢 我抽到的是十號 我是千郎欸 我一號欸 一號 去高 我是五號 好 到底是哪三個食材呢 登登 菠菜 菠菜 腰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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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到魚 不是啦 是你要完成的 我要完成 你要用這三道菜 三個菜弄成一道 真的假的 不會吧 這三個搭嗎 你在罵魚啊 它就抽到魚了 不用擔心 不用擔心 因為我們這個節目呢 有一個台著啊 就是吳秉承 吳師傅 他可以幫我們啦 我們可以討論一分鐘 來 掌聲歡迎吳師傅 吳師傅 其實我也滿頭痛的 對啊 那這個其實把它可以把 因為就是孝敬公婆了嘛 把它做成像一個套餐的方式 是 魚的部分呢 那邊已經有給你的那個有薑 把它切成薑條 跟魚下去煎 煎酥酥香香的 灰點醬油跟糖進去就好 好 那另外一個部分 腰果 腰果把它切成有點細碎 跟一點蒜末 一起去用油把它煸香 好 把腰果也煸香 煸完香之後呢 再把這個菠菜放進去 所以它組合的就是一個 有一個堅果的一個菠菜 然後再一個 對 可是這個米沒有處理好的話 這道菜就完蛋了 OK 好 簡單了解了 好 來 那我們拿過去 好 大明星來上菜了 我們這個要準備了 都已經準備完成了 菜都拿來了 所以然後我們要取一個菜名 小桌 秋刀魚跟菠菜怎麼取 秋刀魚菠菜還有腰果 我 邀 邀你 邀你去秋天 一起玩摸布 什麼東西 邀你在秋天玩摸布 玩哪一個波 我這樣急 我們邊做邊想啊 沒關係啊 時間有限啊 趕快啊 那我們計時呢 好了 計時 十五分鐘 不管我的數字 十五分鐘 八分鐘而已 十五分鐘 八分鐘計時開始 你切這個 你切這個 這個已經好了 那我來煎魚 這個好了 這個不是要 不是 你不是要切絲嗎 要切片嗎 切絲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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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 那你紮貢絲一體啊 沒關係啦 反正他都這樣 也要切片 哇 這個高峰 哇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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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很多耶 等一下 他拿起來看怎麼又黏在一起 我跟你講 你看你看你還回去切 至少沒有這個速度啊 是不是 看起來這神尼納差很多 差很多啊 可是沒關係 我在這邊還是學到很多 有啦 神尼納真的越來越厲害了 我本來是零分的 他本來是八十分的 我們起跑點不一樣 加油 不能太多嗎 秋刀有可能 粉症很油 粉痴有 油脂很多的 倒掉一點 倒掉一點啦 來理,有沒有紙 都說 Napoleão圓的 都說第三碗 他給我 好,來 公公 接入 公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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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誒 講到這個 做菜啊 其實你們在劇製裡面 你有炒飯耶 怎麼說不是 其實可以 還有こと在哪裡 你儘量講 儘量講 你要不要把魚就放進去 魚要不要把 好 畫一下刀 好 畫一下刀 好 這樣喔 對… 秋刀魚畫刀不一樣喔 為什麼 秋刀魚要幹嘛畫刀 從頭畫一刀到後面去 他肚子清乾淨了沒啊 他肚子不用清啦 對 從頭畫一刀 有的人反而喜歡吃秋刀魚的那個 從這樣畫下去喔 對… 從砍下去喔 中間線 中間線這樣子 畫一刀 再上去 對… 然後直接畫一刀 對 往後… 快這樣四塊 往後… 它怎麼刀不行啊 刀子蠻不利的喔 有教室 這個… 這個… 這個媳婦平常刀子叫我好啊 對不起… 媳婦這樣要我好 我一樣刀子有一個方法 對 用什麼 我媽教我的 是 哇… 是假的嗎 真的喔 真的這樣磨 是不是可以用兩隻菜刀磨啊 我是不是很厲害 很厲害啊 那個公公的臉好像已經糾結在一起了 這樣子 公公臉本來就比較黑了 因為我覺得他講太多了 龔龔龔龔你還有嗎 我忘了 切了蒜末之後還要幹嘛啊 龔龔你又在咳嗽了 你 蒜末跟這個 腰果末 腰果末 對… 腰果末 腰果末 好了 可以喔 排箭來… 拔 halls ��邱鋪魚其實真的是 對於獅 primero 真的我超喜歡吃的 安三籽黃針很高 啊 抑制腦部的發炎 而且它會讓我們的腦細胞 長得比較好 done啊 有很多奥貝ガ3 奥貝ガ3啊 奥貝ガ3 最重要的奥貝ガ 然後這Omega3又多 我要幫你 我超愛求你 對 這個媳婦真的蠻會買的 那個切肉了 其實他們今天抽到的食材已經蠻好的 對 有蔬菜有魚 然後有堅果剛剛好 真的就是那種地中海飲食的精神 尤其是那個菠菜有 其實美國有做過那種研究 是 那個曾經對80幾歲的老人他去做 他去發現說 如果說他每天吃一到兩份菠菜 他發現了他的認知能力 他跟比他年輕11歲的人一樣 因為他有葉酸 還有很多的礦物質 是 所以腰果不要太碎不要太碎 對 想說怕公公牙齒不好嗎 你看我這媳婦多貼心 我還可以的 公公明明的牙齒很在呼吸什麼 你這個媳婦 可惡 我要來炒菜 剛剛那碗油剩的那個 少油 少油吧 如果你覺得公公很討厭 你會多放一點油這樣子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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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會覺得公公討厭 好沒有 這兩道菜你們有沒有分說 誰規定誰做誰 我們一起啊 我們一起同心協力 就一起就對了 怎麼樣 一起同心協力就對了 剛開始假裝和諧 第一道菜先公公完 可是目前看起來 Ella做比較多 好像是 沒有沒有他有幫我切東西 沒關係我不怕 可能這個被我才平分了 油熱了沒有 油熱了嗎 來你試試看 你不是會 你怎麼這樣對公公啊 我們在戲裡面有問他說 熱了沒 他說好熱 又在劇透了 其實這樣正確的啦 油不要太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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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公公才是 沒有了你 真的 欺負是為了公公好 這可以有麻塞耶 欸 快點你幫我看一下 拿筷子你看一下 來啦 來啦 魚的香味出來了喔 是不是該要調味了 調味加醬油 醬油多少 不要太多 不要太多 還有米酒 米酒 我覺得還可以一下下 我們其實很近 可以先收汁了 我們都滿有吼的 酒很壯 我們等一下全部人都耳背 要去 去西櫃要放點酒跟 這醬油膏耶 好 醬油膏也可以 也可以 醬油膏也可以 好 這樣這麼多可以嗎 攪一攪 攪一攪 要調好 先把調好 你先把味道調好 不要全部放進去 慢慢放 對 慢慢加進去 醬油膏多少 醬油膏多少 你可以用去試一下味道嗎 你不能全部都問我啊 這次你用 你練收耶 塞好像不能講 可以了 塞好像不能講 來點水 來人的 來點水 哪裡有水 那裡 差不多了 是鹽是不是 那個腰果那個看起來很讚耶 它這個爆得很像 而且都沒有膠 塞這個好了沒啊 好了 可以看面 換面 可以了 可以了 換面 我先去揉一下 你看我會用 揉這個字你知道嗎 揉 對 揉 揉 光耳的沒哪一 光耳的沒哪一 來人的盤子 有點失智了 你知道嗎 看這個魚 好可憐喔 不要亂講 怎麼會 塞掉 不用吧 不用 不用 八分鐘到了沒啊 沒有 來 這個 菠菜看起來很正 那個菠菜很棒 這個魚看起來蠻可憐的 好 好 最後一分鐘 不會當藝人了吧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清理一下桌子 我這個人比較愛乾淨 我跟你講他這個人就受不了 他上一次呢 我中秋節的時候辦烤肉大會 然後我就跟大家講說 你們就來我家 我很少要大家來我家 因為滿麻煩的 然後就說你們就來 然後享受就是吃烤肉大會 然後我就想說那我就是要幫忙大家 結果他一來 他本來先放話 一進門就說說 我今天什麼都不會做 我要當大爺 當大爺 我就會享受 怎麼樣 結果最後我跟你講在廚房就是他 而且我帶一整碗上 洗碗什麼之類 全部都是他 超好用 一個人 第五個人 真的是好媳婦的代表 真的是好媳婦 開放訂購啊 有家人要驗客 你到底是交了 來快 十 九 八 七 六 漂亮 五 三 三 六 六 好可憐 不錯 好可憐 好可憐 太多了 今天公公婆婆婆享用我們的這個 炒菠菜 跟秋刀魚 好好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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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錯 大家一定要試試看這個 腰果耶 好對味喔 超像這樣吃過 我們亂抽的耶 怎麼會這麼巧啊 而且腰果它的一個單元不飽和脂肪酸 是好的油脂 所以你在炒的時候不用放太多的油 他就把那個油脂帶出來 而且大蒜啊 你做得很好 大蒜其實有很多研究 它可以預防失智 對 這個吃了公公一定不會失智 好棒 自己來就好 公公好吃一點啊 公塊來 而且其實腰果加進去 你會讓那個菜窯會多一種口感 對 很棒 你會有另外一種期待 然後咬到 對 而且它多一種口感呢 但是這個腰果呢 也不搶戲 對… 對不對 對 它這樣嗎 很香很棒 魚 我們要吃一下這個魚耶 對… 魚鬥熟 魚鬥熟齁 好厲害喔 他很會那個拆魚苦頭 你可以來我家 每天幫我拆魚苦頭 你不要巴結吳師傅 他是我的 不是 我的意思是他是我的師傅 不錯耶 菜品都還沒爆耶 叫做 秋波 秋… 我們這兩道菜的 反正秋刀魚就是… 秋刀魚… 左醬油膏 你每次只會取這種名字 你有沒有別招啊 吃烤菜是不是 什麼烤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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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敵師製造餐 什麼烤菜 吃烤菜 吃烤菜 非常成功 來 要評分… 要評分 對不起 不好意思 而且我沒有主持人 那怎麼辦 好啦 這個菜呢 無敵師製造餐 你確定這樣能播嗎 不行啦 好 這一道的無敵防師製套餐 請問這個公婆還有兩位評審 到底是成功還失敗的一二三千 舉白 超級成功 謝謝 你好怕 謝謝 但是唯一的缺點是沒名字 沒名字 名字比較爛一點 對 剛剛錄之前我們講什麼 什麼送秋波 秋波堅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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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這個吳師傅幫我們講評一下 其實兩邊你剛剛 大家都很慌張的感覺 其實整個火候的控制 包括食材的運用 包括切工有人沒有 在這個短時間內 完成這兩道菜 其實真的 你們這兩個真的滿強的 很好 這兩個我喜歡 這兩個我喜歡 他曾經有對你說過這句話嗎 沒有 沒有他以前沒那麼強 可是你今天來之後他特別強 他就變強了 我這個因為越強則強 所以你今天是說吳師傅不強 沒有 沒有我是說郭師傅 沒有沒有 沒有啦 開玩笑的啦 所以這個吳師傅對我們兩個人誇張 謝謝 太好了 那我們剛剛呢 算是很友善的一回合 但接下來呢 我們兩個要 好媳婦 TB賽 好媳婦 生霸戰 好媳婦 好媳婦 我們兩個呢 就是同時的做菜 那 要先講說菜名嗎 好啊 你先講你的菜名是什麼 你確定你要聽嗎 講錯你會嚇死我 多厲害 我的菜叫做 贏了… 好有氣勢 我也要 我的菜叫做 什麼東西啊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公公婆婆他們年紀大了 腳質帶線很容易掉嘛 就會有腳皮 所以我這媳婦到剝腳皮都OK 那為什麼剝腳皮 因為我有 剝皮辣椒 有 腳白筍 所以就剝腳皮 那我用雞肉 所以就是 剝腳皮雞 天啊 因為有點不太敢吃怎麼辦 怎麼有實力 對啊 我覺得好像把腳皮放進去了 那種感覺 沒有啦 看得笑 我也不知道我這個要什麼看 那總之我們就是 限時之內完成了 好 我現在超緊張的 我從來沒有在這個節目 完成一道菜 準備好了 要開始切 好 那連煮喔 一共八分鐘的時間了 好 十千開始 塞了你不要在我旁邊 我很想要 拜託你 直接先煎 不是啦 我不要這樣 這個公公 對 你是來做的 公公不要 你不要黑白亂嘛 你 哇你加牛奶 你可能會少人一票的喔 而且我要加鮮奶油 更糟糕 不要這樣 這個是反式脂肪嗎 沒錯 等一下 他那鍋子被我弄髒了啦 這公公 等一下 等一下 他那鍋子被我弄髒了啦 我發現你被他砍我 因為你去 你去幫我那個 今天下油 下油囉 這兩個公公都跑來這裡 怎麼一回事啊 真的 公公不可以這樣啊 那我只要用一半了 因為那邊感覺上什麼 剝腳皮就 剝腳皮我 我聽得有點麻煩 對啊 來我這裡有洋蔥 洋蔥也是對那個 就是老人家好 對任何人都好洋蔥 這個很棒的食材 好 而且用甜 用甜 非常棒 來你這個還有沒有倫理啊 他只有今天 以後你還是需要二廚的 我跟你講 好啦先下洋蔥 下鍋的油溫也剛好 真的假的 對 那我這怎麼辦呢 我這來不及的 我還要微一下 你那個好香喔 真的有做過這道菜吧 有 我很常做 所以你今天是拿你的拿手菜 來跟他PK喔 沒錯 可是 說真的啦 我拿手菜 太多了 什麼 我就是選一道簡單的 利於節目 方便使的一個菜 什麼 你知道我這個人 怎樣 我拿手的地方就是 我這個是空蛋 這差不多了啦 而且是模糊耶 洋蔥 你們知道嗎 洋蔥 你雖然洋蔥 但是這些食材都是好的 對 真的喔 沒有錯 而且菇類有很多 我剛剛 我忘記講 我們剛剛都有那個愛心耶 不是 你不用下油是不是 不用 公公 因為那個年紀大了 我不加油了 你不加油喔 你確定那隻雞腿有油嗎 沒關係啦 管他的 你看 你那個媳婦就是這樣子 可以啦 沒有關係 那個媳婦覺得肉熟了 就可以吃了吧 可以啦 可以啦 可以稍微就是 煸出一點油就好了 所以你洋菇洋蔥跟蒜末 已經炒香了 現在要加什麼東西 我現在要加 牛奶 加牛奶 對 什麼 什麼怪招 幫公公補充鈣質 你加牛奶 你可能會少了一票的喔 是是是是 真的假的 牛奶不好啊 而且我還加鮮奶油更糟糕 好可怕 你這一票一定不見了 他不可以這樣 不要這樣子 你們都會吃鮮奶油嗎 聽我講 你們聽我講 你看左邊 人生苦短 好不好 我們又不是天天吃 我們是偶爾偶一為之 對啊 蝦華醬真的好嗎 可以啦 可以啦 我們不要擔心啦 來 很厲害 這個是反式脂肪嗎 沒錯 你不要在那邊 扣分了 是不是 不要讓他扣分 這位公公 我要拿香油 等一下 你跟我講一聲 公公不好意思啊 哇這個 你都不用擔心你蛋殼跑進去啊 那個 不會不會 公公膽固醇應該沒有高吧 還可以啦 還可以喔 還可以 好 欸 Cina這邊的香氣也出來了喔 有香氣有香氣 所以今天是 是 一個中餐一個西餐的喔 而且還滿滿的辣椒 然後這個師傅呢 滿不衛生的 抹布還放在那個 腳白筍上面 Ella做這個有點像 不是真的太小了啦 要不要準備一個 兩瓶大的給你喔 沒有 我的廚房比較大一點點啦 Ella做這一套的感覺就是 感覺怎樣 你的血管你看要贏過了嗎 中風最佳半場 你為什麼還一直害我 中風剛好看 中風剛好看 對啊 蛋這邊五顆 對 然後又是鮮奶油 對 鮮奶 走開你們走開 公公你財產是滿多的吧 你看真的還有沒上的氣 對 那個最後最後 加油還有五分鐘喔 我快要笑死了 你這什麼 全部都凝固了 你不要壞招啦 這個好像很厲害喔 真的很厲害喔 他就重新在作型吧 沒關係等一下 我會笑死 怎麼感覺有點像 那種副食品的感覺 我快要笑死了 真的好吃啊 而且這個獅子的部分 您覺得 這會有幫助嗎 好啦 最後我跟你講 來 起司喔 絕對堵住了 這個血管絕對堵住了 你們應該是第一次有來賓 做這麼不適合節目的賽訪 管他了 而且更好玩的是 他公公自己說他要完蛋 汗已經預熱了對不對 還要進烤箱了喔 什麼你進烤箱了喔 可以可以 小心水 腳白水要進行了嗎 沒有 我想要等到之後 把剝皮刀熱下去 這個下去 不用很多 現在下去了 是不是 對 熱死我了 我要回去換衣服了 來一身汗 不是 你這個到底熟了沒 還要再餵 公公你現在很緊張對不對 因為你要吃 你沒有擔心 因為吃你的中風吃 我們真的是 我們這道菜叫做 媳婦的陰謀 我也這麼覺得 這叫做 片保險金的菜 片保險金的菜 我剛剛已經炒出這個雞油 所以我用那個雞油去煸那個 蔥白的香 然後再把這個小被子加進來 要把它炒香 你看起來很好吃耶 我要加 加水啦 要幫忙一個醬 還沒還沒開口了 我要加 我就很鹹啊 好 加這個雞 這是什麼 澳鴨水 然後加一點點 醋哈搖油 很香耶 香夠嗎 香會出來 正點喔 我不想太鹹啊 米酒要一定要一點拿 再加喜盛 喜盛 喜盛餐跟中風 米酒加那個還要加什麼 喜盛跟中風 胡椒 白胡椒 不是黑胡椒 快 你在喊公公拿是不是 當然在白胡椒你猜一猜 公公你好偏心 公公你都騰他 白胡椒 白胡椒不亮 不是你看他已經這個樣子了 他幫人家一下 他都已經那樣子 何時可以幫他呢 然後我要加 辣椒辣椒的水 給他放著 上去就很漂亮啦 我人生就圓滿了 好香喔 還要加水喔 我覺得那時候 我想要把它燒開 然後再餵一個湯汁 再餵進去 這是我上次 那個在節目裡面學到 但是我上次師傅做的是羊桃 你把它蓋著 不知道那會不會熟 對 所以你是因為我上次做那道菜 下去改的就對了 對 對 然後因為我上次買不到那個羊桃 所以我就用剝皮辣椒 跟角白筍 他兩個都角白筍 對你會不會熟 不會啦 應該不會 所以你目前從頭到尾做到現在 你覺得做得如何 還OK 還OK就對了 有把握一點 我這個人在家裡面就是這樣 就是我雖然看似慌張 但是呢 不影響我食物的美味 所以你今天很有信心 我這個人就是只在意結果 不在意過程 看似慌張 但是其實是慌亂 對 好 我這個呢 已經差不多啦 我可以快成盤啦 好 這要玩你咧 我的要來咯 好 到50秒 10 9 8 7 9 5 5 4 3 2 7 8 8 8 9 好媳婦爭霸戰 上賽了 大家趕快開動 來喔 吃喔 我們這個公公不只是虛哥 我們還有一位公公也出現啦 看見我 找到萬一人爸 認公我 認公我 找到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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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真的啦 我來主持之後啊 好像還沒有做菜給爸爸吃啊 喔 所以今天是一個非常棒的時間 不過主持人做過菜給我吃 在家裡面燒菜給我吃的 有啦 好吃耶老婆 唉唷 你這個是外面這個跟裡面的嗎 幹什麼 你有什麼意見嗎 你有什麼意見嗎 一般人會有 圓潤滑口 那麼優俗的事情 我不會 那你怎麼形容 圓潤滑口 這個兩道菜可以說是非常的不搭 因為是 兩件事 一中一西 會有兩件事 但是沒關係 我相信那個 我們評審的嘴巴跟眼睛跟手 都是血量的 因為我們要來請他們評分了 感情再好還是要有見真章的時候 到底弱死誰手 那這五位評審已經準備好了 沒錯 到底弱死誰手 那這五位評審已經準備好了 好 第一棒 吳博士 您投給誰 好 要說什麼 我覺得 比較好吃 好 潘老師 完全真的是為了 您投給你 好棒 好棒 到底弱死誰手 那這五位評審已經準備好了 好 第一棒 吳博士 您投給誰 你會哭嗎 我 我現在 已經有點小 沒有啦 不會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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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嗎 社會是現實跟殘酷的 合約也快要到齊了 大家可以聽 還有沒有這個主 沒有開玩笑 真的 我以後常常會看到你 真的都開玩笑了 真的真的 吳博士請投票 就營養學的觀點來講 我把這票投給Ella 他那個起司 好 那個不合適 因為它的材料 其實很多都是預防濕製的 譬如說它那個蛋 其實蛋不要害怕 因為蛋有軟鈴脂 其實對於腦部其實是好的 它的香菇維塞素低 維塞素缺乏的話也會濕脂 那個鮮奶油 鮮奶 沒有啦 其實我有看它鮮奶油 只加一點點 對嘛 對 老人家也需要鈣質 那其實我覺得 不要說叫公公把那一盤都吃掉 他說吃一小塊 我覺得還不錯 滿爽口 而且牙口不好的話 我覺得它是比較好咬的 對 潘老師 我一定是支持我的partner Sanina 雖然煮得不怎麼樣 什麼啊 潘老師 還補上一槍 潘老師 你要講原因嘛 完全真的是為了人情投給你 你叫我的聖字幕 這樣有沒有比較開心 那個 情肉類是不錯 因為肉類來講 我們也不能都不吃嘛 但是四隻腳的肉 現在都宣布 都是二級自來物 一級自來物了 所以兩隻腳的肉類 是我們老年人很需要的蛋白質來源 算是不錯的 對 而且肌肉裡面 有一種叫做醃鹼酸 其實它對於腦部的神經傳導物質的合成 其實滿好的 對 所以選得還不錯了 好 太好了 接下來是兩位公公 我們先讓這個曲公公 曲公公 您投的是誰呢 不好意思 我也是投我的partner Ella 講解一下就好 給你講評一下 Ella這一道其實很清爽 對 吃起來很爽口 那這個 Selina這一道呢 其實看起來 它的色香味裡面的色 就是那個眼睛感覺 是非常漂亮的 色澤也棒 但是呢 吃了以後有一個感覺就是 雞肉是雞肉 腳白筍是腳白筍 跟那個 你有嘔吼在一起 對 時間沒搞了 再入味的話 你就贏Ella了 接下來呢 任公公 趕恩趕恩 先特別強調一下 我是特別來探我女兒的班 因為她從美國來很辛苦 那我們家有個家訓 叫做 忠厚誠懇 要說實話 是不是 說實話呢 我覺得我女兒的比較好吃 好 自己變量之中 沒有吃過我的菜 所以她吃到 其實就是一個感動 那我爸爸停留在我之前呢 可能就是只有泡麵 還有微波食品 以及我煮過一次咖哩飯 所以我相信我這個拿菜刀切 跟煮煎 下鍋這樣 一定讓我們感動 一定是感動的 感動的 感覺是不一樣的 對 所以現在很明顯的 我們是2比2 平手的狀態 好爽喔 那我們就 不要讓吳師傅評斷 好嗎 這樣我們就是都是光影 好耶 這位是現實的 最後一個 吳師傅 請講評 我覺得這個真的很難評 兩邊其實都做得滿好的 那包括史伊達今天看得非常感動 他整個進步 刀工包括煮菜什麼都做得非常好 只是說整場真的是太慌張了 對 慌張到一直在 加水 需要消音的那個狀態 那整個 Ella這邊的部分呢 他其實從前面的切 那包括整理 那包括整個菜部分 乾乾淨淨的 對啊 鋪肉 那只是說 因為西餐的部分 真的一些所謂的鮮奶 或者是鮮奶油這邊 一定會加這些 加這些東西進去 可是有沒有 我們在吃的過程 他整個的口感上 他的味道是很平均的 所以說鮮奶油太重 或太油太膩的感覺 通常西餐吃起來都會膩口 中餐吃起來 都會有一點說鹹度 鹹度跟甜度會頂得太高 那今天這兩個 以這樣評分方式呢 Ella她這邊的整個的一個 口感上 包括平衡感 滑口度 包括豐厚度 這邊會讓你有經驗感 對 對 可是食欣奶這邊呢 還沒講完 還沒講完 又頂得非常足 喔 所以真的是 非常 因為我又最後一票 對不對 我不投他 我搞不好 我以後就很難 換一個啦 師父這麼多 對不對 可是我又身為師父 我又不能 對 要秉公處理 對嘛 你是秉著成 所以你叫秉成嘛 喔 對 他是秉的承諾 是對二廚的承諾 你是這麼承諾 所以我希望我的二廚呢 往後 再認真一點 有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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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這一輪的好媳婦真罵蛋 勝利者是 Ella 好 耗盡我全身盡力的PK大賽結束之後呢 我們還是要來講點知識啦 潘老師 預防失智您剛就有說 哪四類食物是萬萬不可吃的 對 希望大家盡量要遠離它 第一個是高鹽食物 因為高鹽食物會造成高血壓 造成心血管疾病產生中風 所以造成什麼叫做 血管型失智症 然後呢 這個大型的魚類 不一定就是鮪魚 因為它會 食物鏈的最上端 所以它會把所有的重金屬 跟環境荷爾蒙 都累積在它的脂肪裡面 所以你吃它的時候 會得到非常多的鉛 還有環境荷爾蒙 那另外就是反式脂肪跟飽和脂肪 這都不能吃的 因為像反式脂肪 現在目前 世界衛生組織已經定在 所有的食物都要禁掉 要變成零 那台灣也要跟進 台灣也要跟進 所以現在在沒有要求它變零之前 你應該要自己盡量少吃它 那飽和脂肪呢 就是像這種所謂的動物性的油脂 要盡量降低 要盡量降低 好 我不是要補充嗎 對 其實就是 所以預防濕脂肪的話 其實豬菜一定要有 譬如說最基本的三酥兩果 一定是要有的 然後油脂要用好的 那盡量的話那個肉 不要說紅肉吃太多 是 紅肉現在大家也知道說 如果吃太多 算是也是致癌的一種 那盡量把那個紅肉 就是剛剛盤老師講四隻絞肉 可能用一些 譬如說海鮮 或者是魚類 尤其剛剛我講那麼秋刀魚 青魚那些都好 那些來代替 然後堅果 你剛剛那個菠菜 加那個堅果就很棒 對 所以就是要均衡 然後還要選對食材 好 那接下來呢 吳師傅又來教我們 孝敬公婆的創意料理 歡迎吳師傅 大廚師傻跟班 我們今天做料理要做什麼呢 孝敬公婆嘛 那相對食材就很盛選 那這個菜的部分的菜名 也要夠想的 所以我們來做一個 乾燒冥蝦 冥蝦在處理其實滿重要的 你有發現我現在已經把這個 眼睛往後的地方 這個把它剪掉了 剪掉之後 因為眼睛的前面的下段這邊 這邊有一個我們叫做胃囊 一個胃帶 這個胃帶就是你 不管買任何的新鮮的冥蝦 你只要一胃 是喔 所以就把它剪掉 剪掉之後呢 我以為是因為怕刺耶 也有啦 還有一個就是會有時候會油爆 那這邊呢 你就用剪刀 然後直接把它做開焙 順便殺菌把它挖出來就好 是 然後吃出來 那要下鍋之前先把它擦乾 來 這一部分呢 一鍋清水 那這一鍋水 等一下我要煮一個蔬菜高湯 清水變高湯 對 要給公婆的 所以這個高湯的部分就自己弄 有這個南瓜 麻雀丁 然後包括花椰菜 這個等一下 這兩個都是防濕制 非常好的食材 你把它放進來 南瓜 對 南瓜 花椰菜 所以曾經有那個日本的去調查 結果發現說獅子的人 他特別不吃黃色的蔬菜 黃色的蔬菜 他們吃肉特別多 所以黃色的話就是那個 南瓜可以當個代表啦 雖然它是五穀跟金類的 可是這個南瓜非常好 那這一部分呢 我就用一個 需要一點肉湯味 它的肉湯味 其實你不需要再用什麼去高湯去弄 你就直接 花椰你是不是兩個兒子 我兩個兒子啊 那你有沒有想過 他們以後萬一娶個媳婦 不會做菜怎麼辦 不會不會不會 因為我老婆本身也不會做菜啊 我家有四個女兒 四個女兒 都不會做菜 歡迎接洽 請留下你的手聯絡電話 師傅你為什麼 他用肉湯味 其實你不需要再用什麼去高湯去弄 你就直接一隻去骨雞腿 把它剁去 贊助你的一個所謂的整個的鍋子 一個料理的一個湯底的部分 那肉湯也把它炒出來 那它等一下呢 你看這個剝進來 油量馬上剝出來了 真的耶 這就是肉雞腿 跟那個所謂的仿雞腿的 不同的地方就在這裡 我剛剛選的就是仿雞腿 因為我想說仿雞腿的那個肉啊 裡面含有 Omega 3 是喔 沒有 很少啦 應該不多... 比肉雞腿好一點 它是比較極而不是絕對直 對... 因為我想說 然後把雞腿比較霸直一點 但是剛剛那個就是油脂就少了一點 對 所以很多人講說 雞腿一定要先煎... 可是要看什麼雞腿 這真的油脂很多耶 雞腿很多啦 那這個就是你天然的一個 所謂炒菜用的一個油量 你包括說我家家裡 弄一包的這個雞腿肉 把它弄成絞肉 你瓦個一坨去炒高麗菜有沒有 都好好吃 香氣也非常足夠 真的 油量你也可以自己控制 乾燒呢 在我們的料理裡面 乾燒就是這個鍋氣的香味一定要煮 天啊 好香喔 所以你看你這個雞本 雞腿的部分 用這個雞腿肉的油脂去打底 把它香味帶出來 對 好來 那肉的部分是形成的就是一個 白色的 還沒熟喔 還沒熟透 還沒熟透喔 這時候把它轉成小火鍋 把棉蝦就撥進來 就這樣 對 棉蝦撥進來的時候呢 就是用裡面的這個雞油呢 去煎這個棉蝦 是喔 你看這樣子做 我就不需要再起一鍋油啦 通常蝦子的料理或螃蟹料理 大家的認知就是要有一鍋熱油 然後去過個熱油之後 讓它香氣出來 那其實你可以放這樣直接去煎它 這些香料的部分有洋蔥 好厲害喔 就直接撥進來 等一下就去燒這個味道 蒜頭 下一半進來 薑全下 這樣的做法又很簡單 蔥的部分也撥一機械進來 讓它有蔥香味 好 這時候蓋子把它蓋著 這時候底下要煎 上面就有點蒸的效果 好 這邊的蔬菜 它已經熟成度 我們看一下南瓜的一個熟成 南瓜熟了 表示說你也可以做起鍋了 這等一下就撒在上面的一個 綠色的蔬菜 新黃色的蔬菜 一夾就斷了 就熟了 對 這把剝出來 這也太厲害了 好 這邊就有一個蔬菜高湯 天啊 這個等一下就很用了 米蝦開始變紅了 上面開始變紅了 有沒有 有 看得出來 它變紅的溫度 整個你就是不要轉成小火 要溫度拉高 那整個的一個香氣 那個蝦 我們剛剪開的地方 它整個就打開 香氣就出來了 香氣已經出來了 對 把它看一下 晃一下 整個天然的那個香氣就出來了 師傅在晃過的時候 那個蝦感覺像活的一樣 對 它直接把它剝過來 你看 那這個蝦子的部分 我們今天買的是大明蝦 你還可以換成什麼蝦 炒蝦 對 或者一般的白蝦 小蝦子也可以 不一定要大明蝦對不對 對 一般的蝦子也可以 這一招你可以隨時去換 用這個做法就是 對 反過來一樣 好香喔 反過來這個時候 我們就來調這個 所謂的醬料 那這邊是不是有一些蔥花 對 那有些蒜末 你就把它集中在一起 辣豆拌醬 大匙進來 海鮮內最好就是 帶給你的辣豆拌醬 辣豆拌醬 因為它味道什麼 會有趣性的效果 是 然後再來就是蠔油 蠔油 大匙進來 是一道很... 很可以在過年的時候 煮給公婆吃 對啊 這個菜好厲害耶 很厲害耶 大拌 大拌 這是大菜 大菜 真的是大菜 吃拌進來 好 胡椒粉 我知道就是 比如得罪婆婆的時候 然後腰好燙 而且這一招是最... 這一招是最容易你在這些的 教別得罪 你這些的青盤好友面前 展現你的廚藝 對...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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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番茄 剝進來 番茄是... 好... 番茄一炒它的湯汁就出來了 真的喔 所以乾燒的其實它不需要說 像外面講的說一個鍋子 然後一直在燒... 它其實把乾... 該有香氣的把它煸出來之後 你再把它水狀的東西再放進去 餵一下它其實就好 太厲害了 好... 那一樣這樣放中它 它的一個熟成度 好... 來... 這邊帶一點點的米酒進來 好... 這裡有一碗 這一碗非常重要 那個是 這一碗放進去之後呢 你就... 可以說你這一道菜 它跟餐廳的味道 完全結合 什麼東西啊 少... 新... 酒 少新酒 來 公公都乾了 來... 加在菜裡面... 不要衝動 我師傅真的很過分 他這道菜就是讓我跟... 給我跟Ella下馬威的啊 不是下馬威 就讓我們兩個媳婦知道說 你媽有很多經過的空間 你是這樣子... 這才是孝敬功夫的大菜 對 其實有時候 我們在家裡可以稍微做一下大菜 如果跟老公也好啊 你是不是兩個兒子 我兩個兒子啊 那你有沒有想過 他們以後 萬一娶的媳婦不會做菜怎麼辦 不會... 因為我老婆本身也不會做菜啊 所以你可以接受 是可以接受的啊 對不對 我現在有四個女兒 有四個女兒 都不會做菜嗎 歡迎接洽 請留下彼此的聯絡電話 好... 這一道菜 其實我不建議你去加水去煨它 因為你海間內會要過勞 會緊嗎 對 會緊 可是它也很多汁耶 它這個汁就來自於 就是我們剛剛的這些的酒類 還有一個蔬菜類 不斷地冒出來 這是最好的 那你這樣晃動 它的這些的湯汁 就往裡面跑 對... 可是師傅我們這高大沒用到耶 高大部分我們再點進來就好 喔 對 好 來 這時候來 排列起來 哇 真是厲害啊 這樣子蝦子就已經味道就OK了 真的啊 這已經很棒了 來 現在這個鍋子裡面 是不是都肉香了對不對 對 這時候我們再把這個蔬菜高湯 蔬菜高湯就有甜度了 喔 這樣就夠了 對 來 蔬菜的水分跟這個肉汁 它產生一個很濃稠的一個 蔬菜高湯上去了 嗯 來 你今天很辛苦 跟妳試吃 我今天真的很辛苦好累喔 吃 天啊 好好吃喔 五星飯店裡面的餐廳做的菜 太高級了 我好想哭喔 師傅 妳為什麼不早點做這道菜呢 我剛剛拿出那道菜 早就把艾拉打趴了 我天蝦做的啦 比較會記仇啦 我承認 好 吃吧 連上去 哇 太誇張了這個 對啊 它這個醬汁 雞飯都很好吃 我看 來 中間部分再做點綴 哇 這個是大菜耶 是不是 這個太澎湃了 太厲害了 這公公會疼死這個媳婦 真的 這個其實喔 為什麼我們的料頭會那麼多元就是 你吃完蝦子 那其實這些料頭 你就可以拿來炒個麵 拌個麵喔 真的 少量的辣椒在這邊做點綴 好傷喔 我的媽啊 好 完成 孝敬公婆的大菜開動囉 好吃 厲害囉 這個 好嫩喔 很入味 高手就是高手啊 有沒有 真的好好吃 而且看師傅做這個菜這麼複雜 可是還是很輕鬆很優雅 很簡單的就完成了 對啊 所以看來我這個二組還要有很多的時間 在師傅這旁邊好好的學習 然後再麻煩師傅啦 不會… 今天呢 我完全忘了主題是什麼 只記得這個 好失智喔 好失智喔 我們當然失智了這個 關於失智的 我們其實之前也做過很多情 剛剛潘老師也幫我們講了一點 那最重要的是我想說 我們身為媳婦呢 有看這個節目你就會知道 煮什麼樣的菜呢 是很健康的 對功夫很好 對身體很好的 讓全家都健康了 謝謝所有專家們 謝謝嘉賓們 我怎麼沒有玩啊 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